你是不是想问 为何不去市中开破 这家一共五口人 老的小的你都家了 你再瞧瞧那男女主人 我自己来吧 快躺下 你瞧瞧他家 是谁能每日早起 把食用材料 早早地送到街市去 老太太 常年病成如此的男主人 所以我说 欺负人的源头 不在这些猪头恶霸 那我说错在众都官的 顶头上司官家 你说有理没理 你刚才可说了 我若给你解释清楚了 有理 你就让家里有权的人 收拾了内姓猪的恶霸 别让他再来欺负梁家 我说的话自当作数 可是你如此鄙视朝廷 鄙视 官家 又考什么科举 坐什么管 想几年去 趁你官家昏庸 愚弱百姓吗 自然不是 天下是官家的天下 百姓是官家的子民 我倒不信他真的 不管民生疾苦 不是不管 是不知道 那些高官权贵 只会说好的 拍马屁 歌颂太平 民生疾苦 能传到官家耳边几分 我看不上如今的官 就更得入室 我若金榜提名做了朝臣 不敢说建功立业 却定不欺上瞒下 先生可知这唐朝 时候十方分开的禁令 我朝太祖究竟 是怎么处置的 我并不记得废除过 这百姓多在坊间开店 太祖太宗朝未曾追究 可是实情 官家 不是去买秘件唐膏的吗